大家好,歡迎大家又回來收看GY.Asia主持的GY Poverty Insider 我是Vanessa 我是Evan,大家好 是的,今天我們想跟大家探討一下泰國 因為泰國相信很多香港人都不陌生 應該是第二個鄉下,除了日本之外 第一個鄉下是日本,第二個鄉下是泰國 首先在泰國的消費指數是很低的 買一張機票便宜一點,過去玩個週末 基本上是五、六天 沙灘、Jogo Spa 就算我在泰國掃街也掃不到你多少錢 東西又好吃,大家都適合吃 所以我們也在近幾年 其實很多香港人由之前去泰國度假 其實之後也想著買個度假屋去住 之後到近幾年 其實是說投資泰國的房地產 其實是不單止我去度假 其實可能就算 都會移居移民 因為其實可能泰國也都是一個很多海外人士喜歡的地方 所以可能如果香港人的話 可能他們自己有家庭的 可能都會平時身邊朋友 或者你會看到很多明星 都會帶自己的子女過去那邊 或者國際學校有很多選擇 所以現在可能我們去泰國投資房產的話 除了投資 或者可能養老 可能都是自住 養老、退休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 去泰國除了剛才說的那些 其實有很多香港人都平時去做 例如說可能我去做個身體檢查 其實泰國在很多東南亞的國家 其實都像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 其實也有很多那些 就是大家都會選擇去那些地方做一個身體檢查 或者做醫療的服務 其實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都應該都非常熟悉 也都不陌生 我們其實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泰國其實它這幾年的發展 還有之後大家在買樓上面 究竟有些什麼流程 還有究竟有些什麼注意的事項 因為其實近這幾年 很多香港人在那裡投資房產 其實都可能有些面對差不多的問題 就是說那個語言的問題 還有或者可能是在合約手續上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在一連兩集 我們有請到IQI的銷售 Head of Health International Sales Mandy跟我們說 其實泰國它為什麼這麼受歡迎 還有其實這幾年的發展 還有之後究竟我們在買樓上面有些什麼注意 還有現在有些什麼最更新的 就是更新的細節 大家都不能錯過了 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介紹Mandy出來 Hello Mandy Hello 大家好 Hello Hello 剛才我們就在說 其實泰國也是香港第二鄉下 其實我相信可能在看我們的節目的朋友 其實有些已經在 都在泰國可能已經有物業 或者可能現在在考慮買的物業 其實我們都想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現在 就是現在泰國最新的那個當地經濟情況 還有其實它那個發展會是怎樣 或者跟大家更新一下現在最新的那個 就是物業的赤價那些 或者大家都想 refresh一下大家的知識先 是 是 好 其實近年來 都很多亞洲人 和澳洲人都投資在泰國 為什麼呢 其中一個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泰國經濟 和它的人口 所有人都知道 泰國的 那就是 唯一在東南亞的中心 也都是在東南亞 在東南亞第二大的經濟體 那如果你說它的GDP 每一年差不多會升到差不多 大約3%到4% 那它去年它的人數 就超過了6979萬人 所以其實數量來說在整個全球 都是數一數二的 近來因為他們這幾年 他們都做很多比較大型的項目 幫助到整個泰國的經濟發展得非常快 尤其是這些項目 都又受到國際的強力的關注 變成了很多國家來日本、韓國、中國 都有開始進來投資泰國的項目 再加上相信大家都應該很清楚 一帶一路 跟著他們所謂的泰國的新的經濟模式4.0 和泰國的東部經濟走廊計劃EEC 簡稱和中泰高鐵總站等 這些這麼大型的項目 其實已經受了很多外國人的關注 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他們的經濟發展就升得很快了 很多投資者就開始對泰國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因為是這樣 所以他們的基礎很穩定 這是其中之一 為什麼人們會投資在泰國 是的 其實聽你這麼說 其實這麼多 就是這麼大型的基建 其實有一些一帶一路 其實根本就不是一個國家規模的基建 其實根本是一個 其實是亞洲地區的基建 其實都 如果是的話 其實我們都看得出 其實有很多的外資 或者是很多的人才 其實也都因為這樣 而會去住在泰國裏面 就是帶了很多外來的資金進來 所以其實整個經濟又帶動了 其實現在這個情況也都非常普遍 在東南亞很多國家 就是一帶一路沿途的國家 是的 其實如果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他們其實吸引了很大數的 經海外的人才 就來到泰國工作 無緣之間就幫助到整個泰國的房產的流勢 也都因為這樣 所以他們的泰幣 他們的泰銖的升值 其實在去年 將接近到差不多百分之9% 它也都成為全個亞洲表現最佳的貨幣 是 都正常的 很多人去泰國這個國家 其實也都會買當地的貨幣 其實那個交易其實就會連銷帶動 全部都是上升 其實另外一方面出場的基建之外 我們剛剛節目開始 我們都說泰國是一個旅遊 非常之蓬勃的國家 其實這個我相信很多旅客 其實去到都已經未必是住酒店了 其實他們可能是住很多不同類型的房產 好像B&B或者公寓 甚至可能剛才我們提到 因為你可能一年去泰國很多次 其實分分鐘自己可能買了過來 自己可能有空就去住半年那些 其實我相信旅遊都是一個 對泰國帶來一個非常大的收益的產業 是啊 其實如果你說去年2019的話 泰國如果你說旅遊業的話 它是排名全球的大四名 屬於數一數二的一個旅遊國家 它其實如果你說每一個 尤其是亞洲人 每一年都會 應該都會去泰國旅遊 大約一次或者兩次 所以都很普遍的 但是你剛才這麼說 很多泰國人去旅遊 他們未必住在酒店的 很多都會住在公寓 尤其是旺季那時候 那些酒店其實都挺貴的 所以很多人都選擇去住一些 B&B或者公寓 變成了租金回報率 其實是非常的可觀的 是 是 其實剛剛講到旅遊 其實近這幾年 其實環球很多旅客去不同的地方 其實已經不再局限於住酒店 其實他們居住的那個 出行的那個模式 其實也都改變了不少 所以其實住在不同的公寓 這些其實完全是可以 那個租金回報率 我們看到是一個很顯著的上升 尤其是外國人很多去那裡 短暫的工作 好像三個月或者六個月 其實他們都會租一些公寓 因為他們覺得比較方便 如果住酒店就比較慢慢 是 還有住公寓也可以 就是再了解當地的那個生活 和感受比較深一點 因為住酒店始終都好像 始終的感覺是不同的 就是不是一個家的感覺 是 是不是一個家的感覺 是 是 還有其實如果 剛才我都說是公寓的東西 其實在泰國買樓 有沒有跟其他地方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會不會是 我也知道了 因為泰國成本 就是整個生活的成本都是低一點 我們都可以 也都知道 其實在泰國買樓是便宜的 但是如果在買的那個成本 其實會不會跟他們 有沒有一些規則 或者可能有沒有一些 就是跟其他地區 或者其他國家有些不同的地方 那些地人的待遇會不會有所分別? 是啊 其實外國人和泰國人買樓 其實都是一樣的待遇 只不過泰國人呢 他們就可以賣地屋 就是賣地屋 和公寓 但是他們都可以擁有泰國的房產的永久產權 就是幫普通的泰國人都是一樣的 他們也都會受到法律的保護的 所以這方面絕對是幫他們本地人是一樣的 除此之外 如果你買樓 你是沒有限制的 就是你可以賣 沒有一個數目去限制 你一定要賣這樣的價錢 其實你什麼價錢都可以賣的 你可以賣樓花 就是那些房產是未見好或者正在見的 又或者你可以賣嚴醒的 就已經是好了的 都沒有問題 其實外國人在泰國買樓的自由度都挺高 是 其實在這方面 可能泰國人就 如果他買公寓的話 他就有一個 一個 怎麼說呢 一個 它的 它的 就是不可以超過 49% 就是Loka 他們泰國人 他們有一個 就是整個建築 一定 51%是需要給泰國人的 然後49%是外國人可以賣的 哦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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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也是同時間都要兼顧 我都可以給本地人 兩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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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兩邊的需求 對 兩邊的需求 就給你買了 都不會的 都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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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明白 而且我也知道 其實泰國 一個比較特別的 跟其他地方 不同的地方 就是其實它沒有 它是不需要律師費的 其實它那個 其實這個就是建基於它那個合約 就是國家規定那個合約的那個位 可以 可以跟我們講多一點關於這件事 其實很多人都很驚訝 他們都覺得很奇怪 不需要律師費 那就沒有什麼保障 買泰國樓 其實不是的 他們的法律規定 其實他們是跟政府的 所以每個發展商 他們的合約條款 完全全都是跟泰國政府的 所以他們這方面 根本不需要律師去代表 因為每一個發展商 都是用同樣的合同或者合約 去給投資者或者本地人去簽約的 所以沒有什麼分別的 其實你也不可以改變到 有什麼你不滿意的條例 你根本沒有可能改的 所以這方面就省了很多 因為律師費不需要 在泰國賣房產之外 你也不需要給印花稅 有些國家有些外國印花稅 或者房產稅之類的 在泰國其實是不需要的 再加上如果你幫發展商買 一般上你都會省很多 因為發展商都會給很多稅務的東西 其實以你來講 你是一個賣家來講 你只需要給一個割名費 就是百分之一 就是鑽名費 鑽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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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國家都有很多些 可能不同樣的稅務 或者是鑽名費都會高一些的 在泰國其實你會覺得很慶幸的 就是只有百分之一百分 其實你買泰國樓 一來如果你不清楚 你會覺得其實都挺艱難的 其實當你想一下 百分之一百分之一百分之一 其實都是一個很相當低的成本 是 是 對 那講到那個房產 就是可能省了不少的款項 律師費 或者一些某些的稅項 其實泰國房產一直來講 都是 比我們的印象都是相對便宜 或者優惠 其實都想問一下泰國的赤價 大概是多少 因為香港就好像天價數目幾萬元以上 還有大部分泰國項目 他們是不是都會是精裝修 就是可能我們一進去 可能收好行李就可以進去住 OK 一般上泰國樓都是精裝修的 除了一些比較小的發展商 可能他們就沒有那麼齊全 就是他們沒有包家具 一般上通常賣給外國人的 他們都有包家具的 所以看到就很方便 就是等於你所說的 拉一個行李這樣走進去就可以住了 OK 講它的平均尺寸的價錢 大約泰銖10到20萬之間 那你就要調整你的地點 如果你的地點好些就會貴些 那如果你的地點是 輕輕離開市區一點點就會更好 哦 剛剛剛剛Mandy你說 是泰銖10萬至25萬的平方米是嗎 平方米是對的 3千3至2千 就是去到5千7左右 一呎 那其實真的是 真是便宜 可以買到香港樓 還有剛剛提到 通常有精裝修 那些設施又很齊全 都很適合投資 就是可能如果我們在香港的 或者在海外 未必經常去到當地的 但是 就是 又不用特地去添置家具 或者廚房用具 但是都可以馬上租給其他租戶 都可以 容易解決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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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碼我不需要想 究竟我需要不需要飛過來 就要搬 搬一些什麼沙發啊桌子啊桌子啊 去才慢慢才可以出租 其實就不用了 就是這個應該是 是那個發展商 其實他應該可能都想了 其實他很多都是給你去投資 那他就一次過就幫你解決了 就是一個現成的房子 那你可以要麼自己住 要麼就租出去 就是了 就不用麻煩 就省了很多時間 但是再加上他的配套呢 其實他的配套設施都挺完善的 因為他們一般上都有泳池 有健康 然後他們還有這個合作空間 有花園 甚至乎有些去給你的智能家具 所以全部都是免費的 所以變成就很方便了 是啊 其實都配合那個 就是整個租務市場 其實因為都配合 就是很多租客 其實如果我要去租你那裡 其實這個是基本要求 就是除了那間屋裡面 就是要市市正正之外 配套設施完善 其實你這個屋苑外面 其實可能都有一些消限 就是消限那個設施 其實就會令到這個租務 或者令到這個屋苑的價值 就會大大提升 嗯 所以就好像現在這樣 疫情的關係 其實如果你買到一個比較配套設施 比較完善一些的 你都不用怕 你會屈在那個公寓裡面 不出來都會覺得很悶 其實都有很多東西玩 是 是 是 其實我們香港人 其實泰國一些都不陌生 剛才也有說 其實在那個買那個公寓 或者買那個房產 其實一直都有 但是其實我也知道 其實說真的 就是地蓋只有這麼多的了 那其實你那個 就是靚的位置 剛才Manny你也提過了 就是地段比較好的 就是CBD圍繞那裡 那其實說真的 過了這幾年了 其實現在最新 就是說真的地蓋只有這麼多 就是蓋起來 蓋起來就沒有了 那其實最新那個 就是CBD裡面那個房產的趨勢 或者是房產的發展 其實現在最新的情況是什麼呢 其實如果你說在CBD 都已經是升得幾高下了 一般上你說的價錢 都是大約在25萬到35萬平方米 太豬了 所以都開始的價錢 都開始很高了 那其實你 因為曼谷或者是 曼谷我講的 好像香港這樣其實都很方便的 每一個地方都有地鐵站 所以其實你是如果想投資的話 都不一定要投資在CBD 那你可以投資在CBD出外那些 遠多一、兩站這樣 其實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一般上那些 如果你說你坐地鐵的話 都是兩、三站就到了CBD 其實都很方便 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租金的話 可能一般上我們都說 如果是一房的話 都可以拿到5% 如果兩房的話 都可以在5%到6%之間 如果你是做CBD的話 如果你的地點是漂亮的 就是又近至地鐵宅 又近至Shopping Mall 又近至書館 其實它的租金匯報率 其實都挺高的 可以去到 可以說是7%到8%之間 嗯 是 其實那個重點 反而就是那個 一定要近地鐵站 近交通 其實是沒有 就是自用就沒得好說 其實就算你租出去給別人 因為別人說真的 就是自用又好什麼 全部都是說方便 那這個都是一個重點來的 是 是 明白明白 那其實如果 就是聽你這麼說 那個租務市場其實現在 當然啦 現在就是疫情關係啦 但是 但是其實我們都看到 其實如果疫情過後 其實它那個 就是當那個旅遊要蓬勃回來 其實那個租務市場 都應該會回來的 嗯 其實一般上 我們大致上都說 我們是會標準一些 比較外國人 如果你標準一些外國人 可能你就會選一些 樓盤比較近市區一些 但是你都沒有忘記 你都可以租給 當地的人 其實當地的人都不介意 住遠一點 就是未必一定要在市中心的 那它的租金 或者會便宜一點 那對他們來說 總之方便就可以了 所以他們都沒有問題的 哦 我明白了 那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其實有些國家 其實我買房地產的投資 它最主要那個租 就是租客的來源 其實就是外國人 就是在外國來那個國家做事 或者可能是真的 給旅遊啊 或者可能是B&B 其他不同的外國的客源 但是泰國其實聽你的感覺 其實不單止 當地人都會租的 是啊 因為很多 你知道泰國的人口很多 很多人都是來自那些鄉下出來省城做工 他們都需要一個地方住的 其實在泰國都很多那些 從鄉下出來省城做工的那些人士 他們都需要一個地方住的 那他們就未必可以來租到 在CBD那些這麼貴的公寓了 那可能他們就會選擇租那些 離開CBD遠一點點 但是交通都很方便的地方 哦 其實我們都可以 如果是香港的投資 香港朋友又想投資的話 其實就算我去選一些項目 其實未必真的在那個 CBD的黃金圈裡面 其實遠一點都不是一個 都不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因為其實你當地人也都會去租 嗯 因為我也是這樣說 除了剛剛Mandy提到打工的人 那一群人之外 其實有很多我或者自己都認識朋友 可能大學生 他們如果不住宿舍的話 其實都會租一些宿舍去住 所以可能租客的範疇都很廣 是啊 我很多亞洲的朋友 來自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 其實他們都是在泰國做工 但是他們都不是住在市中心的 他們都是選擇住在一些比較 市中心出一些的地方 交通方面就可以了 哦 是明白明白 我們講一下另外一個話題 其實我們剛才剛剛開始講到 就是除了離旅遊之外 其實近近幾年 也都有很多其他的 不單是香港人 其實他也都會選擇來泰國來住 其實應該是源於泰國去之前 推出了一個養老的簽證 其實也都是吸引了可能 那個退休年齡 其實我又想找一個地方 地方氣候比較舒服一些 生活之數又便宜一些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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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簽證 其實現在那個情況是怎樣的呢? 其實現在它有兩種簽證 一個就是比較屬於養老的 超過50歲以上的人 外國人 那你就可以立刻申請這個 長期時間居留在泰國 那這個簽證呢 其實在泰國來說 其實都挺普遍的 因為真的很多 尤其是外國人 他們都挺喜歡泰國的氣候 那變了 所以如果你說吃東西方面 都很方便 其實在泰國 你愛中餐也有 你愛西餐也有 日本餐也有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你說議員交通 都應該不成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 在泰國現在很多泰國人 都有受了高等的教育 其實他們都懂英文的 那他們的樣子又friendly 所以變了很多 就吸引了很多泰國人 另外一種呢 就叫做Elite Membership 就是一個 怎麼說呢 就是一個Visa這樣的 不是說那些讓路簽證 就是如果你做生意也好 或者你去旅遊也好 或者你去那裡 怎麼說呢 去逗留超過三個月 或者一年的時間 那你都可以去申請這個Elite Membership 那你只是需要給錢 那就似乎 關於你需要多少年的簽證 跟著你需要帶你家人帽 你究竟多少人會過去 那它的價錢方面呢 就會depend on這個 有不同類型的 就看一下你選擇什麼 一般上我們在說的 都是泰豬的話 可能是10萬到20萬 那你就會好像是VIP那樣 出出入入去機場 就有人接送你 帶你出來過關 那你就不需要排隊的 哦 其實是一個好像multi entry 就是可以多次入境 亦都可以長期做一個 居留的簽證模式 是 哦 所以其實現在不少呢 聽了一些就是說 我想整個家庭打算搬去泰國 那當然明白有時候 可能你申請泰國入籍 其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實它推出了這個簽證 可能就是 我想去那裡逗留一段 就是長一點的時間 那可能就看一下那個當地 或者給小朋友去那裡讀書啊 或者可能是在那裡買 買一間便宜的房子去住一下 或者可能想轉一下生活模式 就是生活那個環境 嗯 其實呢 都幾普遍的 因為很多時候那些人 尤其是外國人 還沒有認真決定要過去退休 讓老呢 那他們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一下 也想了解一下其實泰國 對他們來說 是不是一個比較舒適的環境 讓老呢 那他們就利用這個簽證的方式去 我們嘗試一下看看 生活在泰國其實是怎麼樣 是 是 就是 剛才都有提過 我們其實如果 就是 無論是哪一隻的簽證都好 我們在那裡住了 Elite 那隻還是養老簽證都好 那其實我們都去到當地都需要 就是可能 就是頭暈申請都要看一下病 然後我們剛剛都有提過就是 其實泰國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都會有人去選擇定期 會去東南亞國家去做個身體檢查 就是無論可能那個質素 那個或者是收費 也都是平均地是便宜一點 那我相信我也知道 泰國其實都是一個非常之 就是多人去選擇這個去做身體檢查的國家 是啊 除了身體檢查之外 他們都可以去那裡度假 其實是一舉兩得的事 再加上在泰國他們的醫療服務 其實是頂瓜骨 可以說是五星級的 就好像你可以想像之中 你去那裡做身體檢查 你好像有那些五星級的待遇 所以那些感覺是你根本不像病人 你像在酒店度假那種感覺 所以很多有錢的人 很喜歡去那裡做身體檢查 再加上他們的身體檢查 他們的所謂的醫療報告 可以同一天或者隔天就可以拿到了 其實是很快的 今天其實好像去身體檢查 好像做一個SPA一樣 是啊 是啊 睡醒就拿到了 是啊 之後上機就回家了 是啊 是啊 很多人就會想到 反正去做身體檢查就順便去玩賣吧 玩多幾天那樣 那個配套其實都挺吸引的 是啊 是 還有其實都有掛 如果有個家庭是帶小朋友過去 其實那邊那個學校的教育又會是怎樣呢 尤其是說泰文 其實我們很通常移民 你在那裡不要說移民 我去那裡住了一段時間 其實就是語言 我無緣無故是不會懂泰文的 那小朋友過去讀書 那又會不會有問題呢 其實 其實你都會很驚訝 因為在泰國其實很多國際學院 你可以以英國模式 加拿大模式 美國模式 新加坡模式 泰國模式 中國模式都有的 所以這方面你完全是不需要擔心的 相比香港我相信他們的學費 是比較低的 一般上很多他們的 怎麼說呢 他們的老師都是從外國過來的 所以他們都以英文來教導的 不是你所謂說我講泰文那些 不是的 嗯 因為我都認識有一些 在泰國當地的朋友 他們自己的子女都不是去泰國的學校 都是寧願他們去國際學校都讀書 哦 就是說當地人 當地人都去國際學校的 是啊 如果你輕輕是有多少錢的話 他們一般上都會送過他們去國際學院 因為中國來泰國都很接近 其實很多中國人都 因為在內地的學費就比較貴一些 所以很多中國人都是送他們的子女 過來泰國國際學院 哦 明白明白 非常詳盡 謝謝Mandy 其實我們也對泰國這個國家 其實都更新了不少資訊 所以接下來下一集都會有請Mandy 繼續和我們探討更多泰國買房的流程 或者有些什麼我們需要留意 是的 今集時間就差不多了 下一集我們再繼續討論泰國 OK 謝謝Mandy今天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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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에 diabetes 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